今天我要给大伙带来的 是小月月2019年的最新丽作 由佟丽娅主演 众多明星大腕友情出演的国产喜剧 孰歹英雄 故事是这样子带 小月月扮演的男主严大海 是三十年代上海滩黑帮 青龙帮里的一个小弟 窝窝囊囊哆哆嗦嗦嗦 人生为二的两个爱好呢 就是圣金帮和鸭鸭扮演的 菲勒门舞女杜青 我瞅你别的地方挡得不大 这色胆倒是真不小啊 抠出来上乘腰 有十斤还得高高的吧 青龙帮平时主要靠收保护费 来维持运营 完了电影刚一开始 就是严大海因为收保护费失败 被二当家的狠呲 说他干啥啥不行 那我嫌子他不行 这个事不是很难看出来吧 完了你还非得派他去 你这不是自找不痛快吗 本来大海以为 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结果命运咔嚓就来了个转折 青龙帮的大哥 又在飞了门夜会一个神秘人 神秘人是上海最大的毒品供货商 这小名气的 一听就指的你爹妈挺有正事 当晚警察也杀进来抓人 煞时间是枪声四起一片混乱 完了大海在乌尔喊叫逃命的过程中 居然还不忘抽空捡个苹果吃 我也是整不明白 你那个嘴呀咋就那么馋 你姓言明大海自牛顿 看着苹果走不动道是不是 大海当晚不仅窝囊 还坑了一票兄弟 完美演绎了啥叫痛击队友保护敌人 被青龙帮加法伺候的时候 又晕倒了 第二天送医院一检查 医生乐乐呵呵告诉他 说没事你放心吧 得亏你遇见我了 要不然呢 你都不知道自己要死了 没错大海得了绝症 只剩下三个月好活了 得知真相后的他 想过简单直接的自我了结 也想过暴饮暴食吃到气绝 但他后来还是搅着 不该如此轻易相命运妥协 应该挺着腰板做人生的大爷 他找到了杜青 想一表心意 却无意中听到了女神的大秘密 原来女神欠了五万块钱 一直饱受高利贷的骚扰 于是这根小蜡烛就显色 要用自己仅剩的三寸腊油 照亮女神的余生 完了老天爷也着实是很眷顾他 正前的大门说开就开 致富的道路说来就来 青龙帮二当家被警察给弄死了 帮主重金求赶死队员去报仇 如果回不来了 就给一万块钱的按家费 大海立马主动要求迎战 抱着必死的心态 以新调来的警察的身份 卧底进了警察局 然后又欧气爆棚 赶上了一个来行刺的 但是枪走火 当场自爆了的斧头帮杀手 剪着了一份大功 完了警察队伍里边还有一个男人 咱就叫他老年吧 老年吧当年跟青龙帮交战的时候 被大海给放走了 这回再度枪剑 大喊一声恩人 然后跟局长说 大海其实是警局安插到青龙帮的卧底 大海就这样正式开启了双面卧底的生活 完了老年吧还要拜大海为师 大海也得知 原来当警察殉职 也是能有抚恤金的 三万 十万 十五万 职位越高 钱给的越多 这仿佛就是一针强心剂 扑斯就扎进了大海喧呼呼的小心窝 他麻着挡的在警局各种的冲锋陷阵 然后又仿佛开挂一般接连破获大案 比如说 靠着喝酒就救下了市长被绑架的闺女 别问我为啥 问就是不知道 瞎胡闹 佛光普照 剧情需要 上海最大的贩毒组织就是斧头帮 警方也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处理 斧头帮的帮主 宣爷手底下有一仙一神 据传言是吹的那是各种玄幻的 什么神厨鬼没心不慌 八位爆头不压枪 就是想死也死不掉 反正大海这边就是越来越顺越来越顺 关职几连跳 还跟青龙帮的大哥败了把子 成了青龙帮的老二 承诺给他的安家费也是光光芬芬 虽然这个期间差点被枪神收买 但是还是靠着虽然观众看不出来 但他确实有的良知拒绝了 不过话说一提到那个枪神呢 我就来气 他得了帕金森手就天天画龙画彩虹画郭富城的 完了就被热衷于草原六八的媳妇给干掉了 最后还让大海捡了便宜 你说你那手都这样了 直接去食堂打饭还不够展现你的人生意义吗 还非得在这五五扎扎 跟我俩装什么社会人啊 太自败了 总之几场折腾下来 大海不但升了官 成了大英雄 连女神的心扉都开始朝他敞开了 但大海知道自己啥情况 就不太敢冲 在女神的帮助下 大海又找到了关于毒品藏匿的重要线索 最后与反派激情大战 并取得胜利后 壮烈的点燃了炸药 而女神也得到了大海留下的抚恤金 全片 那个啥 你等我一下吧 先别关 全片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因为啥呢 因为大海其实没有死 咋回事呢 原来是大海根据层层线索突然想通 真正的幕后boss 其实是警察局长 他找老年吧帮忙 一起潜入警察局长家找证据 没想到被反摆了一道 老年吧也是坏人 他跟局长沆瀣一气 对 沆瀣一气 你瞅我这小词用 英雄大海一夜之间就被陷害成了 杀害警察的通缉犯 要被判死刑 押送刑场的路上还引起了大伙的骚动 这个场面怎么跟你们形容呢 就很似曾相识 就在这危机关头 天上飘起了漫天的浅雨 怎么回事呢 不用猜 我告诉你们 女神来撒币劫伐场了 呀呀呀呀呀 我真是万万没想到 你这浓眉大眼 细腰小脸的 居然也当众撒币了 大海被救之后 本来想骗女神离开 未遂 于是便说了实话 这对苦命鸳鸯 决定要齐心协力 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 大海身绑炸弹 冲进了警察局 搞自杀式袭击 却得知自己其实没病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但是电影到这儿 依然没有结局 哎呀妈呀 可是磨叽死我了 俩人本来想双飞 双速双飞 但是没有钱 女神表示自己之前靠读淳语 值得了局长的赃款在哪儿 就藏在飞乐门 但是等他们赶到之后 又又被局长发现了 然后又又又是一场混战 最后大海拉着局长 一起跳进了大浴缸 虽然女神也跳进去 献出了正义之吻 但还是无济于事 大海这次真的下馅了 幸好啊 你要是再活过来 我能气死 电影的最后 就是女神带着 对大海的感恩与回忆 独自过上了安稳祥和的生活 这部电影豆瓣评分5.4 我个人讲的评分 还是很中肯的 毕竟其实它也不完全算是烂片 故事讲的还算顺当 启程转转转和的结构也算完整 但是真要让我吹呢 我也是吹不出来 故事的题材其实挺老套的 跟90年代美国的那部 猛警恶匪基本一样 属于旧瓶装新酒 问题是这新酒还不够爽口 部分梗真是玩的有点过于烂俗了 比如帮主把二当家尸体上 奇妙的突起 用力拔出 发现是个酒瓶子 还有什么心中无尘 念成了生间中心 这种破具实在感的段子 让我情不自禁的打了好几个尿摆子 豆瓣上居然还有条评论说 100分钟我是咱字笑声 要是眼面窃喜 又是哄堂大笑 甚至腹肌啊 抽搐啊都笑出来了 这种感受呢 我个人反正是不太能共情 更别提啥累点了 但是有一点呢 我看完电影是越琢磨 越往心里去 就小月月从影多年 搭西的女演员 从柳妍到袁杉杉 再到佟丽养 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行吧 再次就说到这了